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普悠玛号其实就是我们北南这个族的一个正确的名字 应该是普悠玛号 对不起没有那个号 应该是普悠玛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火车的车型的名字而已 它其实有很深远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借用这个陈耀昌医师 最近这个斯卡罗的这个戏剧非常的出名 也引发了很多的一个讨论 那他就有提到说我们要了解一个民族 要先从他祖先的这个神话跟传说开始 那所以我们孙智政他的这个学金率非常丰富 他在这个我们政府部门除了现在是资政之外 之前是我们监察院副院长 然后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原住民组委员会的 这个原住民组委员会的那个第一副主委 应该是政务副主委 那对于我们这个原住民的一些法证制度的建构跟执行 其实是非常的有经验 同时他也在多所学校任教 目前这个资料上有显示 那作与英才无数 著作也是非常的一个著名 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999一次 这个真的可以显示出我们孙智政 他其实是非常幽默 也热情的一位长者 那我们是不是就麻烦我们孙智政 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原住民族 有什么特别精彩的神话跟传说 谢谢我们请孙智政 谢谢馆长 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 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跟原住民神话传说有关的一些事 我自己很不太习惯带着演讲 会觉得有一点距离 不过现在防疫期间 如果等一下我讲的时候 不能够那么自然的表达的时候 请大家谅解 的确在台湾是这样 我不晓得大家的理解怎样 我们现在的人类学方面的这些 包括考古的这些研究 都指出来台湾的原住民 六千多年以前就到在台湾了 然后最近我前些时候还到马祖去 马祖亮岛那边有8300年到7000年之前的 两具遗骨 然后后来经过鉴定 也显示他跟台湾的原住民 还有整个南岛的族群有一些关联 换句话说我们在台湾的过去的 无论从历史文化 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边 原住民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边缘 不只边缘 而且在我们过去的所有的成长经验里面 我们往往对原住民不但是陌生 而且还带着一些歧视 或者是会觉得他们是比较落后 我们应该要去帮助他们 去救他们的这种感觉 在过去的历史也差不多是这样 这种情况当然有它的历史的原因 这也很难说是谁对谁错 不过它影响蛮大的 各位要知道台湾史的发展 一个最大的盲点 你们都知道台湾中间是中央山脉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在高山地区 我们单单三千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就有两百六十几座 然后它这个非常的陡峭 流域很湍急 然后它的平原地带非常的狭窄 那我们四周又都是海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过去我们在读台湾史的时候 或是谈台湾的文化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很少谈山 海好像也是一个禁忌 如果各位到过意大利 到过澳洲 奥地利 还有像比如说是瑞士这些地区 那个地方是属于阿尔卑斯山系 山的文化 在他们的文化世界里边 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们无论是登山也好 或是对山的想象都是这样 如果大家对日本有一些了解 日本大家都知道它都是海 你们听日本歌 很多的歌都跟港口有关 他们吃的撒西米 他们跟海 鱼类之间的这种互动 在他们的文化里边 仪式也有很多 也非常非常的凸显 但是在台湾 如果我们比较从近代 就是韩人朋友越来越多到台湾来以后 我们所建构的文化 我们在海岛上 然后是一个多山的地区 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海 过去整个台湾四周的海域 都是禁区 都是模仿的这些 这个药地不能够让人家 这个海禁 其实从清代就开始 我们不清净海 所以各位在台北 或者是在西不久了 除非你住到边 多做渔民 比较在海边 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在海上的人 然后还有山就更是了 山以前从日记时代之 一直到民国来了没有多久 这个山上都是要入山镇的 然后一去那边是很荒漠 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日记时代这些情况才改变 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这四百年来 在对台湾文化跟历史的建构里面 不但没有原著名 而且没有山没有海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文化想象 都还是一个大陆型的 还是一种比较农业形态的思维 这当然不是有什么对错的问题 但是它影响很大 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的建立 跟我们的地理空间互不存在 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要讲本土的认同 当然跟国主 这个政治的认同是一个层面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认同 第一个最重要的认同 就是认同这个地方的地理空间的形式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讨论 将来台湾的文化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 必须要跟山跟海连接在一起 然后不同时代的人 不同族群的人来了以后 在这个空间的认同的基础底下 长出或者是变化出 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文化 所以如果各位 我们现在在教育里面 我们的所有的教育 跟文化思维 跟历史繁星里面 如果没有山没有海 我们的文化是没有根的 也就是说跟这个地方的空间 跟地理的 这个之间的关系 是没有相遇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有一件事可能 大家以后观念 也要有一些些改变 原住民虽然人比较少 而且在很多的文化的进程上面 好像跟我们的主流的文化的节奏 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如果我们要谈台湾 如果我们把原住民撇开 我们整个台湾的认同 跟台湾的所有的建构 变成是一个没有根源性的 它就是400年 它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已 只能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好在我们从1990年 就是80年代开始 我们台湾有很大的改变 大家知道修宪以后 我们开始注意到原住民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第一次修宪里面 大家如果都知道 我们很多的宪宪里面 开始规定原住民的 无论是这个族群 或者是他的权益 这短短几条的条目 但是至少让原住民 在我们台湾的这些政治跟社会的建构里面 变成是一个被宪法所保证的存在 所以也在这段时间 我想各位都已经亲身经验了 原民会的成立 然后我们这两党政治里面 大家也注意到原住民的存在 特别是我们这个绿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本的想象就是要本土化 所以在原住民很多的事物上面 从公元2000年也推动了一些 过去没有推动的这些事情 我想各位也都有所了解 这个情况也使到我们现在 在思考或者是在我们教育 像我们现在一个国家的图书馆 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讯息 还有把这样的观念跟视角 让我们所有的悦众 让我们的同胞都能够去了解 原住民的问题不是一个社会救助的问题 它事实上是一个跟台湾的更有关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看这几年这一些原住民 无论是我们的原住民文学 最近大家也都可以看到金曲奖里边 原住民的一些在乐舞方面的突出的表现 还有我们的体育 如果没有原住民 我们台湾的体育等于几乎是零 他会替我们争光不少 然后再加上我们最近原住民的艺术家 还有大家看到斯卡罗人这样的制作 还有之前的赛德克巴莱电影电视 都在传达一个讯息 因为这些做制作 这些写这个小说 拍这些电影的人都是汉人 所以传达一个讯息是 台湾真的有更多的人 即使他是汉人 开始在追索他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还注意到一些医学方面的这些研究 DNA的研究 更让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原住民 跟南太平洋之间的关系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汉人朋友 也这段时间 如果觉得自己有一点帅 有点漂亮 有一点点艺术的天分 都会查查看 可能我也会有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台湾的族群建构里边 原住民的角色就越来越重 那怎么了解原住民 有一些困难 原因在哪里呢 在原住民的过去 我们跟很多全世界的少数民族 或者是所谓的原住民族一样 我们是不用文字的 我们是一个不用文字来去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 这样的一个族群 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都不用文字 事实上大部分的人类都不用文字 我们现在很多会用文字的人都是读书人 你看看你的阿嬷这些 哪里有读过书 会讲就可以了 那像原住民因为都是一个比较部落形态的民族 基本上他不需要透过复杂的文字系统来做 做这种传递 所以过去这种很多 现在还是一样的 你去看那个云归高原 还有到这个中南半岛这些地区 非洲通通都是不用文字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谈这个文化跟艺术或者是文学这些东西 都先假定文字的存在才有这些东西 这种想法是很大的错误 文化艺术这些东西 其实有先于文字的东西存在 这个包括图像乐舞唱歌 还有这种不透过文字所做的这种口头的文学的这些表达 这些都是一个像台湾的原住民这样的民族所擅长的 但是也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 原住民有一点吃亏了 就跟其他很多的少数民族跟原住民的情况一样 没有文字 我们就没有办法累积文献 我小的时候 我最羡慕的人 就是像各位很多汉人的朋友 那么漂亮的文字系统 我后来念大学的末期 去跟一个法国神父做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的东西 那个字那么古傲 但是那个字的原型 你去分析它的那个图像 其实还流传到现在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像型文字的系统 跟它可以相连两三千年前的东西 大量的资料 先秦的这些文献 汉代的脸基 一直到清朝他们弄出的这个 四库全书 二十五史 这一类的 我小的时候 哎呀 我说这个汉人真是 太幸福了 有文字的系统 让我们不被 我们当下的经验所限制 我们现在可以读一千多年以前 李白的诗 你可以读 这个史记 这个汉朝的东西 甚至你读诗经上书 这些东西都是西周的东西 你可以去从这些文区去追索 那个那么久远的时代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哎呀 这个有历史 有文字啊 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存在变成是立体的 不是平面的 单薄的 所以我以前非常迷恋这些文字的东西 所以有文字有它的优势 但是它的弱点在哪里呢 有文字以后啊 我们就受这些文字的捆绑 每天都在算账 你知道现在的历史研究还在算 秦始皇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们死了多少年 然后呢 这个文字的这些文献啊 也可以被后来的人 当作是一个 一个意识形态 或者是去运作的东西 我们常常借一些历史的东西 来去运用到我们现在的 所想要表达的 想要达到的一些一些目的 所以那个文字的作用啊 也有遮蔽 而且那个文字的作用 也有让人类啊 去玩弄历史的机会 去玩弄历史的机会 你看历代的这些很多的历史的冲突 常常就是借用历史的很多的恩怨 来去达到这些目的 这个也是一个有文字的民族 大的问题 没有文字的民族啊 隔了一两代 什么都心都忘了 什么东西都是renew 就跟我们的自然的宇宙的旋律一样 春夏秋冬 秋天的树沙之气 把所有的生物这些东西都弄得凋零 但是春天一来 有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循环 我们不会被这种 太多的历史的想象所制酷 这个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 它是自由的在这个地方 它不太受太多古老的这些历史学家 所留下来的东西所限制 那我们要了解台湾的原住民 第一件事情 就要处理文字跟没有文字之间的问题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后来我们的走向 现在原住民的情况 大家如果注意 就跟我们现在 我们有这三本书有一点关联 差不多是在1980年代开始 台湾的原住民开始有那种 要介入书写的这种运动 因为我们发觉到 我们固然觉得文字有它的缺陷 但是没有文字啊 我们就没有能够跟主流社会对话 或者是对抗的能力 所以呢 就在我们这一段时间 我可以看到像这个人 我们看到这个介入书写 我先让大家看这个图片 它是一个阿美族的老人家 已经过世 前几年过世 叫李福克 叫李福克 他是台东东海岸的宜湾部落的老人家 他自己从年轻时代就写日记 他大概那个日记 从他十七八岁开始 就一直累积到他过世 他八十几岁过世 那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就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经验 因为早期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 从1895年之后 有50年日本的统治 所以我们上一代的人 几乎都会用一点日文 那李福克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有读到一点日语的书 所以他用假名 凭假名 骗假名 去用日文写 或者是他用它当作拼音符号 来拼写阿美语 他最初的 他最初就是觉得用日文写 好像比较有学问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 他的日记是出现这样 后来他就也开始用 日文的假名去做拼写自己的族语 因为原住民的意思越来越高 因为他后来有一段时间 在中央研究院当报导人 所以报导人就要用母语 所以他那时候就用了这个符号去弄 然后有一段时间他还用波波摩佛 在部落里面很普遍 我们部落里边的天主教会或者基督教会 我们的圣歌跟圣经的翻译 很多都是用给波波 这个差不多是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来了以后 方便大家 因为那时候波波摩佛很多人也比较学到 就可以来拼写族语 他就进到这样的状况 然后后来他越来越 越觉得母语的重要以后 他就学会了 而且又在中央研究院 所以他就学会了拉丁罗马拼音的方式 拉丁罗马拼音的方式 其实不只是日据时代后期开始的 其实如果大家看新港文书 就是早期在我们希腊亚地区 我们的荷兰人为了传教的需要 所以他们用拉丁拼音的方式 来把圣经新约做了一些翻译 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事情 然后在那里面重新附赠了希腊亚语的一些语汇 或者是他的语法等等 那个时候介入书写的情况就这样 他后来渐渐用罗马拼音 台湾的原住民一直到2005年 我们的用罗马拼音的拼写符号才被确定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在看我们这一套书 里边的罗马拼写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 因为我们这是2002年左右年底的时候 出版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符号系统还没有统一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很多的拼写方式 跟现在圆明会跟教育部所发表的 有一些落差 但是我们在我们历次的改编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去把它改变过来 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是尊重这些作者 因为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 有自己的拼音的习惯 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 介入书写系统的我们的不同的经验 跟不同时代的这些经验能够留下来 所以我们大致上都留下来 如果各位在去翻阅的时候 你对照我们现在的拼音的标准的写法 你就看到有一些差距 但是这些差距也很容易识别出来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在介入书写这件事 所碰到的问题 但是我们同胞 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持续做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关于族语的教育 族语的创作都有在推动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开始 其实是我自己 在民国82年就1993年 成立了这个三海文化杂志社 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推动原住民的汉语文学的创作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族语拼写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16个族群 我们彼此之间 虽然我们都是南岛语系 有很多的语根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彼此不能通话 阿美族跟北南族 有很多字根是一样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还不能 就像客家跟闽南 或者是大陆很多很多的方言 跟它的 原来就那个差距也蛮大的 你去听一个 讲福州话的人 就跟讲闽南话的人一样 有很多是根与根一样 但是就是有那个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用拼音的方式来书写的话 我们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汉人更看不懂 然后又加上 因为1945年之后 我们的国语教育要求的比较多 使到我们的很多的同胞 自己的族语也丢失了 爸爸妈妈也不会讲了 所以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就变成 很难让别人了解 所以我们那个说就提倡 如果是这样的 我们提倡用汉语来书写 你中汉语书写 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语会 重要的语会掺杂在那个里面 然后虽然用汉语书写 会不会就变成汉化了呢 在我们的理解 当然有一部分会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部分 因为原住民的经验底层 跟一般汉人的经验 还是有一些差距 就跟美国的黑人 跟美国的白人 都用英文写作 但是它的内容 里边所存在的那个符号意义 又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在推动这个原住民 要让主流的社会 要了解原住民 恐怕用汉字来书写 然后在那个里面尽量能够运用到 原住民的语言语音符号 或者是想象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 对我们有利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介入书写这件事 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神话传说系列 我们就是用很多很多都是主要是用汉语来书写 但是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住民的基本语会 我们保留了它的拼音 或者是用汉字拼音的方式来去表达 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 这就是原住民在想要突破他自己的文化困境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些努力 就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我说明一下 这套书或者是后来我们很多原住民文学的发展 在书写的运用这个部分 它所采取的策略是这样 让大家能够有一些了解 好 我们下一张 这样之后 我们为什么要从神话传说 如果要创作为什么不从别的地方 我们写我们的历史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们为什么采取了神话传说这样的东西 这个里面我也给大家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我36岁从比利时念书回来 那时候我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反省 我自己回来台湾以后 我要主力要把我的生命放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因为我原本是念中文系 然后后来念的是哲学 然后到比利时也是念汉学 因为那时候要做甲骨文的比较研究 所以本来回来是要继续做这种 比较中国上古史上古哲学的研究 可是我在那一年的繁星里面 我发现到台湾在讲本土话 本土话不能够绕过原住民 所以我觉得台湾原住民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空隙 可以重新找到他自己的死力的这种位置 所以就准备要做原住民的工作 回来以后虽然在大学里面教哲学跟中国的东西 但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开始去做一些采集 或者是要准备做原住民文学的推动的工作 那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 比如说后来你们去看看原住民的作家 像夏曼南波岸 南语的达悟人 还有像泰亚族的瓦利斯 诺干 他是诗写得很好 这个散文也写得很好 还有后来我们的八代 悲南族的八代他写小说 他也写了将近快十几本小说 他也写过斯卡罗人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 我发现到我们那一代 就算是第一第二代就战后成熟 然后到1980年代 90年代 可以用汉字书写的原住民 有的进了大学 稍微可以运用汉字 我发现到他们在推动原住民的认同的时候 对汉人讲没有问题 我们是原住民 我爱原住民 怎样怎么样可以 但是他回去反省他自己的内在的时候 就碰到焦虑 比如说小曼然崩安就这样 我一直在讲我是达悟人 我爱台湾的原住民 可是我的达悟语一直在流失 然后呢 我也不会前海射鱼 我也不会做平板舟 然后达悟足所谓的文化的内涵 里面有很多的禁忌 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的制度这类东西 他都完全不知道 他突然发觉到 他是一个空心人 里面是空的 我讲达悟 但是达悟是什么 是谁 不知道 所以开始有那个焦虑 所以那段时间如果大家注意看 我自己那时候也开始做一些神话采集的工作 那个小曼然崩安的第一本著作就叫八代湾的神话 他左边用的是汉字 右边是用罗马拼音的达悟语 对照的 为什么从神话传说谈起 因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 我们过去所有的文化历史记忆 都是透过口传的神话传说建立起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原住民在自己问我是谁的时候 他不像各位 可以再去找台湾史四百年的 然后读什么人写的 这个黄书静写的东西 然后看看这个六十七所著写的东西 然后去翻阅 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怎么办呢 而追索自己祖先的记忆 我们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神话传说 没有别的 神话传说背后所带动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祭典仪式 祭典仪式里面的内容有包括身体的语言 也有包括吟唱的所有的这些古调 像我们悲难族啊 我们有大猎记 对不对 如果你去参加悲难族的大猎记 你会发现 我们有三十几首 我们有三十几首只有在大猎记里面要吟唱的这些古调 这些古调的唱腔跟我们一般的唱腔 一般的唱腔就是欢乐的 在不是祭典的时候唱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听一下下一张 好 这个是我们老人家 我们妇女的除草团 就是一个妇女的仪式 这个是穆哈姆特 就是妇女除草完工 就是那个小米生长之后 我们要尖苗 让它能够长得更好 整个部落的这些小米田全部都弄好了以后 妇女们要聚集在一起 吟唱古调 唱这个古调 它其实里面的内涵 都是在讲说我们很辛苦 我们要跟我们的斗笠告别 跟我们的锄头告别 你看它唱的那个方式 吟唱的这个方式 跟我们日常的语言不一样 我们先听听看 这是我们部落的老人家们 可以吗 你会有声音吗 没有连结 如果没有没关系 他那个唱腔 这通常是女生唱 我不能唱 男生在这种时候是不能唱的 没有做连结 没关系 我当时也没有提醒你 就是因为我这个是从YouTube上面抓下来的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关于悲男族的叫 Muhamud Muhumud Muhamud 你们去看很多悲男族 包括我们的冰郎部落 还有南王部落 还有出路部落 通通都有 都有这些音唱 那个男性的大猎记的这些记歌也是一样 我们在山上狩猎的时候 要音唱 而且它是从北风吹来开始 北风吹来就是东北季风来了 大地开始枯萎 但是在枯萎的过程当中 很多新的苗 要开始钻出来 准备要春天 它就叙述大地的这些变化 这些东西 我们在寻找我们的自己的认同的时候 变成是我们最主要要去掌握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材料跟内涵 都是在神话传说里边来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很多原住民的作家 都开始做这种神话采集 可以吗 这个是在给池 让大家感觉一下那个吊吊 非常非常 我年轻的时候 每次听这些老人家唱就想掉眼泪 他们也会掉眼泪 那个在甜词 这个在甜词 后面的这些是给它 bass的声音 你看 他就想哭了 好 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就感觉一下 这种记忆性的歌 跟你们后来听 那个我们很多的原住民唱 那个跳舞的 那个叫一般的 就很不一样 还有这些非常古傲的这些东西 蓝鲁鱼的人更多留下来 这种像他的拍手歌 那个都是彼此仇答 坐在一起的时候 背后都是神话传说系统 那也请各位注意 你后来去看原住民的文学创作 除了像霞曼 后来他写黑翅膀的飞鱼 他写大海浮梦 还有像说 这个巴黛写的 那个大869的三个系列 都跟巫术这些东西有关 然后你还可以注意到像说 这个布农族有一个叫 这个没关系 各位如果不熟悉没关系 你们以后在书面上 书店看到根源住民的文学 你就拿出来看一看 还有那个霍曼发发写的《御三魂》 还有那个卢凯族的Ovini 他现在他是做反马加水库 后来重返那个 那个叫做救好茶的那个行动 都是他是最 因为他是卢凯族 最后的一个史观 就他们有传述口传自己的族群历史的 这样知识的人 你们去注意看他们的作品 通通跟生命礼俗 跟碎石记忆连结在一起 生命礼俗讲的是 是从我们出生的这些仪式 应该有的这些仪式 应该吟唱的东西 该守的禁忌 这个东东都有 然后碎石记忆是 按照春夏秋冬 什么说播种 什么说云草 什么说收割 什么说入仓 什么说出仓 这一类的变化有关 那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这些 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在做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注意看 他这些东西都跟神话传说的连结有关系 所以在2002年 我们红美华红社长 就说想编这样的东西 我也就非常一方面敬佩 因为汉人不太理我们出版的事情 要出版东西太没有人看 他居然敢做 而且他说一套就十本 这个要好大的 然后我帮他编的时候 我还邀请了很多原住民 本身是原住民的人 来写采集的神话传说 因为神话传说是采集的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看了这里讲 这里讲的神话传说故事 怎么跟我在别的地方看的不一样 口传的文学 了不起也了不起在这里 不像现在还要智慧财产权 我随时改你的东西 多棒 所以我们没有以前的这些神话传说 口传的东西都会受到他自己主观的 影响跟改造 所以你每一个人在讲这些神话传说故事的时候 你等于就是一个文学家 你在做这种文学的活动跟创作 所以大家去看那个不同的说千万不要诧异 然后就指责我们说你们怎么这样 你要先看那个作者是谁 这个就是他自己听来的故事 我们说找了这个 第二个插图 我们几乎百分之九十几也用的是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插画家 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你知道原住民很麻烦 随便笔拿一拿就会画画 那个吉他拿一拿 像我哥哥会十几种乐器 从来没学过 从弹吉他 他连剧琴 胡琴 那更不用讲那些管乐器 打鼓 钢琴也会随便乱弹 你们知道胡德夫吧 胡德夫根本看不懂谱 他就是 可是你弹得那么好听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天分 那我们这些插画家 我们也尽量找了 他们就编了这个石套 目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是原住民在寻找他的自我认同的时候 他第一步在走的一张旗 然后如果各位汉人朋友 想要了解台湾的原住民文化的内涵 也必须从这里开始 你不要一下子就跑到中研院 去读那些伟大的人类学家的作品 你读了以后你会发觉 怎么读越来越 因为他都在讲理论 你越读以后你越不会认识原住民 连我自己在读他们写的悲难族 我怎么看我好像不是悲难族 不是说这样不对 学术本来就有他自己的套路 可是我们了解文化 必须要从根源 看这些故事 参加他们的祭典 听他们唱歌 然后跟他们做朋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 之后你再去看别的东西就可以 那时候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制作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选择的路是对的 从2002年现在到2021了 我们中间有一次改版 然后这次有一个比较整合的 目的都很简单 我们还是觉得 现在的很多汉人的朋友 还是不够了解原住民 而且我们觉得 这样的神话传说的这种故事 可以从国小 国中 高中的这青少年 开始让他们去了解 那我们也很想他有一点国际化 所以我们也请那个 那个Robin 这个文鲁宾 就是你 美华的先生 他做英文的这些翻译 这一次他也修了不少 那我们很希望有很多人能够 不只在台湾的人 就很多外国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这个英文的这些方式 来去 来去这个 有机会了解台湾的原住民 刚才他说要到11点的时候 要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 所以我要稍微讲快一点 我们为什么从神话传说开始 我们这个书的源起就是这样 好 下一张 还有一个从神话传说去谈问题 除了是可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的内涵之外 我们还发现一件事 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 全世界的神话传说 每一个文化体都不一样 但是很多的文神话的基本类型 高度的相似 一定有洪水神话 一定有色日太热色太阳的神话 然后还会有这种跟地震有关的东西 还有在讨论人的原初 就是人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人的来源是什么 这种神话传说 还有天人之间怎么样交往的神话 所以这样看起来 神话传说不只是要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的核心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从神话传说所做的阅读 事实上是让我们所有的人 有机会重新去面对大自然跟我们人的关系 而且里面表现出 人跟大自然互动的过程当中的 共同的经验 共同的想象 跟共同的焦虑 共同的焦虑 所以大家在看这些原住民的神话传说的时候 你一方面可以看原住民的这种故事里面好玩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你也看看可能汉人的文化里边 有后裔的神话 那个里面的情节或者是细节有一些不同 但是就是要处理关于干旱这个问题 对不对 洪水也是我们的基本经验 那你后来发觉到原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心声 那个不因文化的不同 族群的不同 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那个是什么 作为一个人属于自然宇宙的一份子 面对星空 面对大自然的大变迁 我们怎么去应对 怎么去面对 所以这个是人类的我把它叫做是我们的共同的元出 所以我们在看原住民的这些神话传说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求我们重新从一个人类最根源的经验 去想我们的问题 所以它就不是简单的族群的这些问题了 那为了给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机会 去了解这些神话的内容 我就很简短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细讲 我把几个重要的框架给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东西不只是原住民的议题 是全人类的议题 尤其是现在 第一个 我把它叫做起源神话与不足反应 所有全世界的神话传说都要碰到这个问题 我的祖先哪里来的 然后来了以后我们怎么繁衍的 大家如果去看所有的故事就这样 从哪里来的有好几种说法 有的说是上帝创造 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说是从竹子生出来的 竹子生神话 北南祖就是一个竹子生神话的系统 然后石生神话 石头蹦出来的 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太亚族的巨石传说 讲的就是一个太亚族的始祖神话起源的一个开始 原来是一次的风雨雷电当中 冰西部棍 这个地方就在南头 发祥村 发祥村那里 现在那个地点还在 听说那个石壁就破开 里面就出来了两男一女 当中一个男的出来以后 看到这里崇山峻林 他说这个人间事不好玩 不好过一定要很辛苦 所以他说我不来了 他就走回去了 就是像另一男一女 然后他们两个后来应该算是姐妹 或者是同一类的 可要繁衍的话就必须阴阳 必须要在一起 这个万物的经验也是这样 所以怎么办 所以关于那个繁衍 他们后来就会发展出 为什么会闻面 为什么女孩子会把自己的脸抹黑 就是要 看起来是要 好像是要避免说尴尬 可是他实际上的意思 他其实就是一个乱伦禁忌的开始 就是他变成是一个禁忌 这种做法就是告诉你 以后近亲不能反应 那个通婚的这种说法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属于软身的神话 想到这样排弯族 卢凯族 他是桃湖 桃湖也是石身的变形 也是土类的东西 然后里面有太阳的蛋 太阳照射 后来变成了人 里面变化很多 又有竹子又有老鹰 后来跟他们的贵族的这些系统连结在一起 后来就繁衍 五年纪 台湾族的五年纪就在谈 祖先繁衍以后 一代一代分化 然后后来还要透过五年纪的方式 来去寻事 让祖先的神来寻事 你看这个东西都是跟所谓的这种起源的神话有关系 那中国也是盘古开天地之前 有的也是石头崩 也讲石头的东西 也有这种 福西 他说他是一个龙蛇 其实我们的排弯族也有蛇图腾的这些事物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普遍 你后来看埃及的金字塔里面 很多埃及的王室的这个 所显示的这个 这个都是跟蛇有关系 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 那像说 碑南族 你们现在到台东火车站 旁边 因为台东火车站那个地方 以前在做工程的时候就发现 那个地方有遗址 是我们说的碑南文化遗址 那边弄出来的那个玉 顶端的玉 而且那个玉 那么早就流传到东南亚这些地方去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台湾的第一个首都其实是台东 所以最近有人说要把总统府 弄到台南 觉得不太好 那边太急了 我觉得总统府弄到台东 恢复我们面对太平洋 台湾最早的 那个大海的面向 那大家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鼓吹一下 我们一起努力 那他那个地方就发觉了 这个碑南 你现在就还可以看到这个 月行十柱 你还可以看得到 那这里面背后有故事 这里面有两个兄弟的故事 这个两兄弟的故事事实上就在讲 碑南族的两种巴拉罐 成年会所跟少年会所之间的关系 兄弟之间 后来用什么样巫术的方式 做了地震 造成这个 叫做拉伦这个族群 有的人还不太 是想拉伦是不是指 碑南族跟阿美族之间的斗争 现在大部分的人类学家 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那个拉伦 是台湾比原住民还要早的人 的那一群人 其实台湾 原住民南岛民族 到台湾来之前 跟南太平洋一样 其实本来就有族群存在 矮人 在台湾的所有的族群里面 矮人神话几乎都有 中央山脉有人也在去追杂 他的矮人的痕迹 然后赛夏族的矮人迹 就更凸显了 赛夏人的矮人迹 是在被他消灭的他者 益主 你知道 这个也是人类古老的主题 人类常常万恩负益 对不对 一店员那么好 也要当笑 就是偏偏不要 都搞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我们通常干这种事 那个矮人 在那边对他不太下族很好 可是后来就要搞他们 你看那个下一张 是在这里吗 没有 那个是好像在下一 没关系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神话传说 起源的这些事情 还部主变迁 还有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成 在背后都有神话传说故事 也牵涉到异主 那这个你们都在那个很多的我们的书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痕迹 然后第三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神圣的秩序跟神话与祭典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刚才讲过神话传说 那个应该说这样 祭典仪式背后都有神话传说作为它的基础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就是那个悲难族的乐形石柱 它其实就是背难族会所制度的神话原型 大家如果有去看到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的像飞鱼 那个飞鱼跟对蓝鱼的人来说 它不是去抓来增补它的蛋白质 那个飞鱼是他们最重要的很多禁忌 还有这个所有社会规范的教导者 飞鱼教他们怎么样煮鱼 锅子怎么使用 那个锅子不能够混淆 然后做什么的煮肉的跟煮鱼的 或者是不同的鱼类 你不能把它混杂在一起 他们在讲的是一个pure 那种纯净性 洁净 让那些东西都是非常洁净干净的 飞鱼 然后他教导他们 什么样的鱼可以吃 什么样的鱼不能吃 什么样的鱼是老人家吃的 什么样的鱼是女人吃的 什么样的鱼是男人吃的 什么样的鱼是小朋友 他都有规定 所以你捕鱼的时候 按照蓝鱼的人的想法 你家里有几口人 有几个老人 有几个 太太是一个 小女孩 男还有几个 你捕鱼的时候就要照这个 你不能只抓 只有给老人吃的 那其他饿食 因为他吃那些东西是禁忌 还不能这样 然后你抓到这个飞鱼 寄完了以后 到十月 你如果没有吃完 你那个鱼全部要丢掉 丢的越多 表示你这个人 不行 你要刚刚好 不能够 那个也不能买卖 这种情况后来你们去看 那个田雅各一个 布农族的医生 他后来到蓝鱼去 去当医生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他说他要给那个蓝鱼的人 买他的飞鱼 蓝鱼的人马上生气 飞鱼不是买卖的 它不是商品 它给你当礼物 就才是 所以这些 原来那个很多蓝鱼的 很多的仪式跟经济 就是飞鱼教的 这边你看 是一群 其实他们是老鼠 他们是蓝鱼的人 因为在海边 他们要坐船 要怎么样把那个船 坐得很稳固 拼盘坐要怎么坐 这个时候上天可怜 他们就派了这些人 这些老鼠 到地底下变成地下的人 关于地下的人 地上的人 这个在很多神话传说里边 也是神话原型 在台湾 在台湾在其他地方都一样 而且大家要注意到 教导人类的 不是什么另外一个聪明的人 教导人类的就是自然 飞鱼是自然的代表 教导蓝鱼的达悟人 怎么样过生活 这里的那个鼠 也是动物 也是自然 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做拼盘舟 教导蓝鱼的人 怎么样让他牢固 不会漏水 做完了以后 你们应该又做什么样的仪式 女人去种植芋头 到了这个拼盘舟 做好了以后 怎么样把那个芋头 还有那个地瓜 盛满这个拼盘舟 等于是祝福这个拼盘舟 让它是一个 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 所以蓝鱼的人 在发拼盘舟的时候 是充满神圣感的 他跟一般的渔夫 把那个船当作是一个工具 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原因在哪里 这大自然教你的 其实你后来看 我们现在的科学的发展 你不要以为人类很聪明 其实是大自然在引导我们 去发现 去了解自然宇宙的奥秘 他在带应我们去重新 如果你这边误用 你以为是人可以随便怎么样 灾难就会来 大自然是我们的导师 简单的讲是这样 蓝鱼 你看他们后来还要驱轨 这个动作 后来你去看纽西兰 有那个 他们把它叫做战士舞 然后吐舌头 有没有 其实它的原型 其实是跟达悟的 这个一样 你看他们拼盘舟弄好了以后 那个是鱼头 要乘得满满的 然后下水仪式里面 要做的这些 刨那个平板舟 以后你们有空 可以去看蓝鱼的一些状况 这些都充满了这种 神圣的东西 他们的教导 是透过仪式的方式 干什么呢 建立神圣的秩序 我们的所有的规范 不是人 单单是人定的 各位现在 我们太过法律主义以后 孔子就行 刑法的行 跟礼之间 他分析很清楚 礼是属于文化的 仪式的东西 行明那个行 是法律的东西 行当然很重要 但是当那个行 失去了那个礼的时候 那个行是人定的东西 是很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这个对我们现在 越来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后来你因为知法 然后你去找那个法的空隙 因为它不可能完全走延 然后用法去掩饰 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现在 正在干的事情吗 礼这种东西 从我们的内在世界 出来的东西 我把它叫做内在的法律 内在的规范 这个东西 比那个外在的规范 更是一个根源性的存在 那我们的神圣的记忆 神圣的秩序 它的基础 其实就是自然法律 自然的这些法律 好 这个大概是这个部分 下一个 这个我刚才稍微提到了 你看我们人类 人家教我们教得好好的 还故意的就引诱他们 去 他那个故事里面讲说 这些那个什么 那个赛下人很好色 不是 那个矮人很好色 所以勾引了他们赛下人的女人 所以就这个跟亚当说 笑啊害我的 我们反正男人做错事情都丢给女人 这也是原始的 所以达姬啊 包式啊 包括那个慈禧太后啊 男人最没有用就是这样 到处乱杀犯错以后 所有的责任都在女人身上 古老的故事 他们也干这个事 把他们引诱到那个枇杷树上面 这个地方把它切开一半 扶上东西 一些矮人不察觉 矮人每到黄昏吃过饭以后 就会爬到琵琶树上面 蹭凉风 很舒服很舒服 人越来越多 就听到滴滴滴的声音 他们矮人以为是老人家 那个膝盖的声音 他不知道是这个要折断 折断了以后那个掉下去 如果你们有机会啊 去赛下族参加他们的矮人祭典 你们去听他那个297句 十五首那个祭歌 谈到那个矮人 掉到那个水箭的时候 他说好像那个箭矢 掉落到申谷里面 然后他们那个歌就开始一种 又忏悔 又一方面是兴奋 又开始他们了 另外一方面又是后悔 我怎么看这种事 你看他们那个吟唱的那个鼓调 而且赛下族的那个舞啊 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的 这种动作啊 跟其他原住民的那个跳法很不一样 这个动作就是 我这样 我这样 我后悔 我做这个以后都是在一种摆荡 心情啊 不安的那种状态 你去看那个矮人 他那个季歌 非常非常的优美 那种忏悔跟那个连结在一起 内容也非常的复杂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参加去看 也可以看中央研究的那个胡台利教授 他写的几个关于赛下族的矮人期的故事 那个里面的分析 不一定完全正确 可是他可以帮助我们 去比较深的去了解 这些神话传说以及这些祭典仪式 在吟唱跟身体跟仪式的禁忌之间的 非常紧密的关联 我们人类最缺乏的是这个 法条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法条不能解决 好 下一章 我们的神话传说里面 也有非常多幽默的东西 我们的故事里面幽默的东西有 但是没有那么凸显 你去看我们的东西 我们关于摄日 你看布农族的那个 他射掉一个人的眼睛 对不对 我们的本来两个太阳 射掉当中的一个人的左眼 他说那个太阳的左眼 那就变成月亮了 那两父子两个人要跑的时候 被那个太阳 被射中的那个太阳抓到 抓的时候他还用那个太阳 还用他的口墨 偏一下就把两个掉一下 就掉在他的手头上 他讲好 我可以 你弄了我的眼睛 射下了我 我可以不报复 但是你要遵守三个约定 第一个 你要按照我们月亮的 跟太阳之间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升旗落下的那个 春夏秋冬的这个规律 来做你的农村的 农市的这些 要遵守这个 我们现在要遵守时令 就这种 然后呢 还有两个 我下次忘了 这个反正很有趣 你们可以去看看 他里面 这两个人呢 被抓在手上 只好答应 答应回去以后 他就告诉布农族的族人 以后要这样生活 原谅的是矮人 原谅的是被伤害的月亮 这个都是人在面对 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得罪大自然 但是大自然非常的宽厚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人类 一次一次的要让我们 在这个地方寻找一个新的自我了解 新的规范 来去解决 我们人跟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 好 还有一些跟和谐笑话有关的 我们下一张看看 一个泰雅族的神奇呼唤术 这个以后你们去看看 下一张 还有这个是云豹 这个是卢凯族的 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好笑 因为照顾云豹的人 是布农族里面有一种 满头的投尸的家族 有很多投尸就是很脏 平常就是人家看不起 可是偏偏这一群投尸家族 非常善良 而且很会照顾 所以云豹就是他们照顾的 后来云豹对人类有很多的保护 一直到后来人类要看他老了 要送他回到大自然的那种 不舍的那些故事 显示人跟大自然之间 如果有相互好的对待的话 会是人间真正的和谐 人的和谐不是在人的社会内的和谐而已 人类的真正的和谐 是人类跟自然的和谐 你可以想想看大雨长纵 地球 你看满天的星斗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奥秘 我们人类自大 以为我们就搞好自己就行了 不行的 这就是告诉你 大雨长纵 有一些你完全不是人 所能够了解的东西在里面 要谦逊就这样 好 下一张 再下一张 所以我说我们需要神话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神话 在人的 我把它叫做人的神话 我们现在的神话 人的神话是什么呢 商品主义 看到明星 追 当然可以追 我知道我太太就很喜欢追星 追也就是 好的商品 哪一种皮包 然后政治上也是 我们也支持这个 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东西你不要看 确实都是神话 我以前还没有在当圆明会主委之前 看到很多以前的这些老的政治人物 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 很佩服 一进去我才知道 他跟我们一样 也要上厕所 要常常糊涂 就是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 他被造神 你注意看 人类就是一直在 不断地 不断地在造 人的神 拜物的神 各种各样的神 现在你去想一想看 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在神话世界里边 我们创造各种不同的神话 来去满足我们 这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我们需要的是自然宇宙的神话 我们应该学一学 我们的原住民跟我们古老的人 怎么样去从一个更大的幅度 更大的角度 来去看我们跟宇宙之间的关系 这个东西很难用理性去验证 所以只能用什么方式 就是神话 我们过去的祖先 就是用神话传说 来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大概就 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也希望大家以后 注意到这些事 我们需要神话 因为人类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 我们太多的东西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只能共用一些前进的东西 做神话性的比喻 来去掌握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也请大家注意到 我们可以从神话里面去了解原住民 然后也在了解原住民的神话的同时 发现到这个神话其实是我们共通的源出 人类共通的这个源出 最后就是知道 我们跟自然的关系 是我们人类最基本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发达的越快 我们越要感觉到 事实上 这是自然在引导我们 在教我们 但是在这个同时 要注意到 人不能够骄傲 在他们带颖 一直不断地宽恕我们的过程当中 重新找到我们自己跟他之间的和谐的关系 这大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的演讲好像也超过了 如果有问题就自己带回去 除非说有时间问吗 有 那谢谢大家 谢谢